浦里阵容光路 因为临近工厂的货运需要 长年以来就有大型货运车辆进出 而因为货运时间 影响到民众的作息 日前也透过五公里办公室 以及县远城一军办公室 召开协调会议 希望就货运时间上 能够与几家业者协调 保障居民的生活品质 所以我的诉求就是呢 大货车连接车 它必须要有一个时段 是禁止通行 因为呢 他们半夜跟清晨 都在这里通行 非常非常的影响居民的安宁 然后呢 它因为车种是非常的长 非常的重 所以它造成的居民的房屋的震动 跟噪音也都是非常的大的 业者表示 针对居民反应货运时间扰民的问题 一直都有针对货运公司进行规范 公司方面也会积极与地方居民沟通协调 创造双赢 那我们公司 对这个事情对民众 反映说 有妨碍安宁的事情 其实我们也很注意 那也就要求司机啦 那我们会尽量 来配合 尽量不要吵到居民的这个安宁 正名代表吴奇松表示 针对荣光路居民反应的问题 也希望双方都能够理性沟通 找出最合适的解决办法 还给居民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 先议员陈宇军表示 如何兼顾企业的发展以及居民的权益 是今天协调的重点 因此在今天的会议中 也决议下个星期再开一次会议 让行驶荣光路的所有业者 以及更多居民一起来协调 找出一个双赢的解决办法 那今天的会议的结论就是说 将要再召开第二次的会议 那也会邀请除了 就是在这条路上会行驶的 一个大卡车或者是板车 相关的一些业者 大家一起来开会 那还有我们在地的一个居民 那大家互相来协调一个 什么样的时间 让这个时间内呢 就是这些大型的会扰民的 这个车子不要来行驶 副一长潘一泉 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共同来协调 从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能够兼顾企业发展 与居民的生活品质 创造双赢 记者陈伟一 普理采访报道